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二,贏者,MV三 又到有專集,其實我真的不太記得 有人跟我經常說,我是想跟這個 將家族世界加上這個SAO一齊說答案 因為你那時候說過的,難得阿川原上兩部同時動畫化 我們同時回顧那一集就回來 還有,他說兩隻都是這些NetGames的東西 可以放在一起說 我真是衰退 想聽衰退,聽回上個星期 我們今天要說的是加速世界,Asterworld 平空世界 我剛才說明,我不喜歡這套 不喜歡的,男主角 應該這樣說,這兩套作品和原川樂的作品 而那個的取材都是一個所謂的 川原狼 取材都是這個遊戲世界 做一個背景,你可以說是一個設定的故事 兩套其實有比較的 當然,有人就比較喜歡 對阿川原寫的第一套 刀劍神域 先的,因為這套 其實這套是當史詩色寫的 而這套就是獲獎的作品 家族世界 當然,兩套 很多人都說自己比較喜歡刀劍神域 其實不是吧 對阿 我說喜歡S4很多這套 這套有多壞呢? 我覺得這套比較好看 如果你說表達,我覺得家族世界 其實是OK的 我們現在先用動畫去說 再用一下 一開始就說 有田春雪 有田花花幼稚園 這隻豬 沒錯,牠就是蜜豆 你還說牠是拿捕利人 說牠就是 在學校因為牠的身形關係 你見到其實這些都是解剖 我最後一次忘了一本 查到同人知道用正常比劃的沖雪 都很醜 其實牠好像那些薑餅人那些 我想這隻動畫可能是小衣類 那些人很難掌握 你要一個肥的角色 你要畫到牠 矮也要 你矮不矮是另一回事 矮也不會矮到那樣 矮到超過低於100cm 不是呀,牠的角度是一個門檻 有一集牠和紅黃站在一起 就說 糟了,紅黃好像比你高 我怕我 你要畫到牠 因為太肥的人可能會覺得 你畫出來的那個人 可能未必會去到 比較討好 但是 你現在畫到這麼實 整個圓滑溜 又不知道怎樣 又好像比例很奇怪 我想起遲些什麼 Pokemon那隻波波球 沒有關係 為什麼我們覺得不順眼呢 因為跟其他 跟其他作品 跟其他人物 比起來 牠好像是另一個世界 原來的 牠不協調 好可愛 其他人八頭身 只有牠三頭身 你錯了 牠不是三頭身 牠是四頭身 是人家的頭有四角 牠自己的頭有三個 或者兩個半 牠的頭是人家四倍大 那就是 好像那些 有病 所以牠的頭很大 那當然 你說 那個故事 新型這些 我們稍後再討論 但是你說 那個故事 跟著就說 嗯 牠就是因為 剛剛被人欺凌完之後 然後 然後就 逃入網路世界發洩 打這個 壁球 就是網路犯人 打出了一個 相當之高的分數 然後馬上被人串了 然後 然後 你很直接 然後 然後 就被黑雪姬破了他的紀錄 對 然後 女主角 黑雪姬 就注意到 這個 男主角 這個 老反射神經的能力 主要是速度嗎 速度 嗯 我想說什麼 算吧 我也想到她想說什麼 因為她的笑容 太鬼味 太曖昧 真的 這個 我記得我 深刻的時候都說 那些姿勢很喜歡 寫個file 都要結尾了手勢 這些就不說 而且你說那些介面 很像window 其實我覺得真的沒有問題 表達上的問題 應該這麼說 我再經歷過 SAO之後 我覺得 它的介面沒有問題 說得很高 你說SAO的介面沒有問題嗎 我經過SAO之後 我覺得加速世界的介面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一早就沒有問題 即是 用同一個水平的看 又要發覺 很多東西都有另一個角度 問題是設定 應該加速是SAO之後的 你有沒有可以同一個水平 你不可以這麼說 那那些繪圖 不是整個畫出來的嗎 我們那次就說到 變成SILVERCAL之後 然後這個銀鴉 都是說 銀鴉 都是說 就是一個很 激激集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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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激集出 激集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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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跟人對戰 然後贏了就看LVX 如果同LV應該是5結10 其實有一個前提 只有前期帶過後面 完全沒有帶過 還有這件事 這件事 他的能力 其實是可以現實用 不是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最後先 有啊 我也是想說 有一個先說 說到劇情才可以 可以先說到劇情才可以 因為這件事 我都很認真地計算了一次數 之前 故事機器就說到 最後就是 在1-2那裡 黑雪機就用 他這個 LV9 才可以用的 能力 用99%點數 去用那個招能力 對 影響現實 對 有人追擊黑雪機 就下去點數 黑雪機在醫院 不能動 如果有人襲擊 他就死眼了 所以要保護他 找到兇手 最終發現兇手 就是他的好朋友 唐武 量產型古鐵 什麼量產型古鐵 藍色古鐵 二世界古鐵 人家超厲害 他沒有角的 不是二世界 就是量產型的 對不起 他是打格鬥的 但是 你說 我覺得 托武的理由 挺充分 打劫很多理由 都很充分 我覺得 他現在 是 用一個遊戲的角度 來講 他在玩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最主要的目標就是 升級級 和搶奪別人的點數 一個 自然搶奪的遊戲 在遊戲的角度來講 合理 很合理 很合理 你說 在 對 柳田春雪 那時候 對他 要產生敵意的理由 都很充分 大家很簡單 當你 如果你有女朋友 你女兒不斷說 另一條仔 還要在跟你拍婚禮的時候 你都會有 除非你真是 得到成仙 或者 量度很大的人 不是的 這個又是你的好朋友 他又不斷說 為何你沒有這麼有趣的角度去看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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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遊戲以外 他跟 他跟這個 阿春雪打 亦都有他的正常 他最不正當的就是 你已經說了 阿千 那些 不是 在同一個故事 第一部分已經說了 為何他這麼討厭春雪 他好像跟阿千拍拖 一會兒 阿千不是說他 是說阿春雪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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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是男朋友 我都 我都想 為何他們三角亂和黑雪姬有關 我想 他現在說 在情在歷 他這場 你剛才沒有說清楚 這場戰役 他要打的原因 其實 沒有理由是極度充分 即是你說 他最不正的就是 裝了Bedower程式 在阿小千身上 是唯獨 這件事 其餘的事 他的理由 你可說 他主要是玩後面 他非常充分 你裝Bedower程式 關於一個玩家的操守 你的外貫 那就是玩後面 你浪費了 你 我之前都看過這場 我身份也都說 看他之後的戰鬥 因為你好像說 第一場無論之前的 蘇花卡爾和單車男 我忘記叫什麼 S-Roller S-Roller 那場對戰的速度 和速度的撞擊 其實表現得很好 而跟著他這裡 我們看看他用什麼 你說這一場 某程度上比較虛 只可以這樣說 阿托姆其實他的裝備 很實在 你可以說比較單調 還有他知道打裝機 魔鬼打裝機 我明白 他打了一點 他也不再打他 還有一個長年的玩家 都知道什麼叫做 不要留後著 殺了他才說 說到廢話 你要明白他壓抑了 他打這麼多次技 壓抑了什麼 他打這麼多次技 他是沒有一次打得贏 阿春樹 他還沒打贏都還沒轉身氣 大哥 他在享受快點贏的快感 你明白 那就是登鋒祖敬一 那個屋直 其實很奇怪 因為我們說阿春樹 說他是 老闆很快 反應時間 你說在戰鬥裡 其實看不出究竟有什麼優勢 在裡面 你看到無論是被招 或者其他東西 都不顯示到 他在這場裡 到底有什麼 除了他之後外掛的能力之外 其實我覺得除了這場之後 後面都顯示不到 全部都沒有 他那個文哲的能力 李道成員 如果他根據《黑水》所說 他老師考加速最快 但問題是 你的遊戲未過的 加速都是加十倍的 那真的沒有分別 那你是照成上去 即是他講的 每個人的基底素質 你基底素質好 那你進去那個角色裡面 反而那個倍率反而是越成得大 那你說當然 其實第一場 因為你說我又看完了 因為你說第一場 托姆已經是Lv3還是Lv4 Lv4 Lv4 Lv4隊的Lv1 我說你可能用力量壓制他 即這一場 我覺得都 不是不能夠接受的 即是你說 我只是看這一場 不是不能夠接受的 即是你可能說 就算他幾快都好 都 搞不出 等級差 搞不出什麼花神 當然你說最後 他那一幕其實做得挺容易的 最終就是 開啟到他的超必殺技能力 特殊能力 這是有不一樣的 你玩遊戲 不會因為你突然 玩那個熱血 但我不要貓車 我要暴力 然後他心界出來 是沒有這回事的 詮釋是設定好給你的 不會突然跳出來的 不是 其實這個是 這個結構性 就是加速世界 他一直強調一件事 同等級同潛能的異味 但是 我只可以說 其實他這句話是有筆的 應該說 他留了一個伏線 在那裡 為什麼呢 同等級同潛力 沒錯 大家的潛力一樣 但是發不發到潛力 這些東西是很潛的 可能潛得太低的話 你就找不到 主角偉蘭 其實就 任作者說了 我就不喜歡 這件事就好看 你的潛水能力有多高 如果你的潛水能力不夠 潛不到進去 拿不到那件東西 沒有辦法 但是你的確是有這樣的潛能 但是你的潛能 發揮不到 或者發揮不正確的話 你講過那些什麼潛能 你講過那些潛能 跨下轉那個 那這個另計 當然 不要理會 總之就是 阿春瑟發掘到他的潛能 他這個角色 擁有這個非行能力 實行規的能力 又沒有去到犯規的 其實 雙手劍 古鐵旁邊的白騎 就沒有一些槍 有什麼花生造 你可以 但是好像只有他可以飛 他就是說 完全型的飛行 完全飛行贏 可以長時間停留在空中 不是彈射那些 可以長時間停留在空中的角色 其實 會飛也不是很厲害 其實 被人打著 就打下來 當然他的故事 最終就是 因為飛行能力 然後再加速 即是你講 其實他速度的 反應成經那件事 就是在說他的速度 其實在說的 柑國OG都知道 加利沃勁 被一股條打下來 會飛嗎 你可以逼中就行 當然裡面沒有精神指定 之後那些兩星機 全部都會飛 這是一個趨勢來的 最終就是 打贏了阿托姆 其實跟著 他在天空中半天 丟到天空中半天 丟過一下 然後 阿托姆就形象崩壞 就立即跟著他 立即殺 不好意思 這件事都很厲害 之前之後 臨尾都是這樣的 前面有幾個 一堆臨死就叫救命 人知什麼 我覺得這樣很正常 很現實 這些很簡單 就是留得青山 再拿發 沒有殺少 應該說 大家對加速這個能力 是很著緊的 他們不想失去這種 他這班人 這班人才有的能力 沒有了有大部分 加速的能力 其實在之前 你也會看到 其實我覺得 之前那些雜數 阿克雪基也好 阿托姆也好 他們做的事情 真的可以發揮很多不同的功用 可能 犯規的功用 你不理他犯不犯規到 在他們的角度 覺得說 我是被挑選的人 我被挑選的人 擁有這種能力 是很應該的 是很應該的 有這種能力 為什麼不用呢 有這種能力 而且 我可以用越多次 當然越好 所以才要打 所以才要打 這也是這個遊戲 他成立出來 令到他們爭奪的原因 但其實有一件事 他做得不好 就是他沒有回到現實世界 去用一些的角度 但是 阿托姆 那個球情 他覺得 很簡單 就是 他已經用到上癮 這幾個 中毒 你用到上癮 突然之間 你要放棄這件事 你還會失去所有的記憶 甚至有可能被人 NTR 你沒可能不害怕 他那時候 應該未知會失去記憶 因為有加速期 有很大的優勢 可能到時在現實世界 就被阿春雪壓住了 然後 然後 我有一個大問題 我有一個問題 他的現實度被阿春雪壓到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很重 我的同樣本 好像是他壓春雪 那 即是 他求 算了 他求饒 我覺得 叫他不要壓他 也都不是很合理 而且你去到這個位置 他也沒有很深層描寫 托姆這個角色 你可以當他是一個小人 也好 你當他是一個 你真是很自私自利的人 也沒有問題 如果是自私自利的人 那求饒也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位置求饒 我覺得OK 沒問題 但他之後很正常 問題 然後 我們大仁大義的男主角 當然發揮他寬容之心 感化了他 然後就放過了 你看他臉這麼肥也知道他很寬容 這個攻略 收為後攻就殺了他 他攻略一個男人 開頭 你說我無論看小說也好 小說也好 我也有個疑惑 放他下去 是不是捅到他一刀 他只剩下血 補刀就搞定了 其實 當然沒有這樣做 這些事情 突然之間 經過這個 男主角的 正氣想言的 說得之後 突然間變成一個正義之事 當然其實同一時間 黑雪姬就出 突然出來 宣佈 他們這個黑暗星雲的勢力 重出 再戰江湖 其實很低難 只有兩個人 人家一圍你 怎麼辦 六人圍著你 六大軍圍著你 其實就不怕宣佈 如果一合成合理 其實你說這個位置 你當然不知道 他始終是說 阿雪姬隱藏身份 那麼久 他沒有說什麼原因隱藏身份 其實他沒有很實際說到 而 就算我們看消息 實際上他最後也沒有說 為什麼隱藏 隱藏的原因其實 沒有很概括 他之前有提過 但我不知道 那是否一個原因 他有說 殺了熊王 但他不知道 是否這個導致 但問題就是 黑雪姬隱藏 因為沒有說 其實他怎樣引致 黑暗星雲解散 這個是 動畫到現在還沒有說 但 至少 因為沒有表現 究竟他什麼原因 要隱藏身份 黑暗星雲為什麼要解散 他現在突然之間 抖黑之旗說 我們身勢力認成 黑暗星雲 其實他好像沒有帶過 為什麼他要復出 因為他的兒子 傻啦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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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會飛的彈散 都說 明天立刻帶六大軍團圍著 你就馬上死了 大哥 有個光明頂味 那一刻 純粹為那一刻 就突然之間 放棄了多年的隱藏身份 前創不露 沒錯 不過 其實會不會遇到 他其實 立一支旗 其實是無所謂的 因為各大勢力 他互相對行 但他不立旗 他不可以打正土戰 所以 立旗 他可能考慮過 其他的 食系的軍團 就是他互相制衡 即是誰先守 都說通緝法律 是全部綠色地打他 那誰去打 誰先去打 誰先去打 最大的問題是 就算那六個勢 通緝他 其實 老實說 所謂的通緝 你們都知道後面 是很無聊的 老實說 我對戰和你打 又不夠你打 你最多找黃看 但你看到那些黃 明顯那些黃都是爬底的 不是他們就不會停 不侵犯條約 老實說 你派過百level 我輸了給你又如何 我又不會死 有種你就找個九level 跟我打 黑雪姬多謝你都來不及 他們又不夠膽 其實這個通緝 都是小朋友玩意 我不跟你玩 名義上就是 你是這個加速世界最大的敵人 最大的反叛者 其實這是老吹 老實說 你根本耐他不和 如果耐他和 那些level 很簡單 你找那七個王 那七個level 9去圍他 我不相信圍他不死 但老實說 這個對戰要單對單 因為如果他接受 因為只有一個人去追 單對單 你要one on one 和他打 明顯就是 那個班王 根本知道他自己打 可以有圍偶的 可以challenge 不是圍偶 可以challenge 可以challenge 後面就由他崩毀 你們去到後面再說 然後就說 成立了這個領土之後 然後就 趙兵馬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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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也調了一集 他把小說第十卷裡面的一個短篇故事 他抽出來先說 不過其實我覺得 這個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 他說升level 那樣東西 就是要消耗加速點數 去升level 那樣東西 我覺得那集應該要放上頭說 其實應該是 基本設定 基本設定 所以大翔是護衛 但其實那集 很獨立 我覺得跟前後有關係 其實他叫做 復骨 你叫做什麼 他也在說 他想借這一集 他調回 我覺得 你始終跟托武的關係 他要 重新出發 他要怎樣去建立他們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必須的 其實也帶出了 托武其實想幫助春雪的原因 就是說 他等他獨當面之後 他就會自殺 烏干自民 他就會取消 他就會 刪除了自己 這個 這個 program 這個 program 等自己 再失去 這個能力 而你這裏 看到 這個人 是很有責任 你應該說 當他回回正常 他回回正常的思考 他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這些 這些才是人類 你那些 會承擔 有承擔責任 不會說我女朋友 或者我老婆 當然他沒有老婆 這件事不要緊 我老婆叫他 不關我事 幸好裡面沒有結婚系統 真的 糟糕 也會看到 托姆的性格 即是 很無事 你打贏了我 我便成為了你的劍 不是奴隸 劍 劍 劍 沒有事是劍 OK 沒有問題 好像很邪 但其實 這裏 去到這個位置 我剛才說 尤馬一直想說 一些設定的問題 就是 大家都記得 升級 Lv1 Lv2 要300點 加速 點數 其實這個遊戲 第一個 令我覺得 異常 其實他有做補救措施 就是 假設 我先假設 因為我不知道他一開始 初次者 10 不是 初次得到這個遊戲 100 黑色者少了一點 199 我不是說初次 只得到這個計劍的人 我不記得再有多少人 我先假設1000 如果要300點的話 即是你要一個人升級 你就要犧牲兩個人 打贏兩個人 其實兩個人多些 因為你自己去消耗一次 去打 其實你可能需要兩個多些的人 你可以發動戰爭 即是向別人打 就是要燒一點 如果被人被動叫 好像不用燒一點 如果是這樣 其實平均來說 每一個人要升Lv2 他都要2點幾 2點5以下 2點5以下 有3個 沒有2點幾的人 左右 你才可以達成一個人升Lv2 還要消耗 你要知道 即是你要贏 那當然是 你1000人的話 即是你脫掉一條數 幾乎是 幾多個呢 我沒有帶一條色出來 你計劃嗎 300個左右 如果1000人的話 有300個 當然他有設定的 就是所謂下輩的角色 就可以rejourn 令到世界的點數流通量多些 即是水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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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陳色驅銷 阿陳色驅銷 當然你說這個 客觀然你說 如果他快速推廣 的確點數是不成 理論上是不成問題 但有人死人 其實這遊戲理論上 你不會是有常人說 沒有實際上那麼多人 因為他剛才說 只是在這個全東京圈 已經有幾千人 是有加速世界的程式 很少 人家按下幾萬人 幾千人很少 但你現在要踢其他人走 你要升等級 其實他消耗點數 因為他獲得點數的方式 全都是靠爭奪 當然他之後有說 你可以靠神渣 打怪 狗獵 去做農夫 去獲得點數 但亦都說 點數其實是不多的 其實 如果他這個設定 其實 當然 你可以爭辯 說 那可能真的很多 但其實這個 亦都是說 我會看得出來 阿川元說 設定這個遊戲 其實他也都沒有很 沒有細節想 整個系統 因為這樣說 眾觀你看整個故事 其實那個遊戲 只不過是一個引字 他不是說 他不是把重心放在這個系統 是設定裏面 說怎樣去玩設定 因為如果他玩設定 的話他一早就死 一早就死 這個遊戲 其實比我想回之前 那個 就是那個 笨蛋 猜忍自換獸 那個系統 我意思是 那個系統 他不會說 很深究 那個系統 只不過有這樣的東西 他帶出一個故事 把主軸 放在故事上面 就不是放在什麼 加速點數上面 主軸是充足的 整個系統是輔助 配角質是類似的 可能是開時的意思 而接著就是 升等級 然後就要找保鏢 那個故事 那個故事其實就是 另外一個短片 大家也會知道 這個角色其實是 不知道什麼 不要說 不要說 總之有一個 遲些會 遲些會再出現的角色 一定會是 就是那個什麼 等級 等級 A-Quest 這個之後就會知道 其實 故事也都看到 A-Quest A-Quest 好像叫做什麼 開始就是 他帶出2v2的團體戰 還有一件事就是 因為他跟 無論湯姆也好 什麼都好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留下下一節 繼續去討論這套作品